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林旭先生 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 也是我们第16届华人春晚的组织者 策划者 在过去的16年 他和他的团队和他的朋友们 共同非常呕心沥血的 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们 奉献了每年春节都有一台非常精彩的华人春晚 应该说坚持16年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林会长 我们还是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节目 还是要跟您聊话题 什么呢 那就是美中文化交流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谈过现在中美关系不太融洽 特别是Donald Trump总统在以贸易和其他手段 使得两国关系有些不太愉快 而且在美中的教育交流当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像有一些大学开始拒收中国留学生 或者说在签证 或者在到了政治到了海关 刁难我们的一些华人的留学生 这种事常有发生 美中文化交流 其实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 他说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一种彼此理解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在过去不太愉快的一段的美中交往过程当中 美中文化交流就您的了解 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的朋友们依然还在努力做这方面工作 这个影响其实根据我的了解 就是咱们周围很多朋友也反映 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文艺界的人很希望走出国门到美国来 一个是展现自己的才艺 一个是进行艺术的交流也丰富自己 那么签证一紧 中两国关系一紧张 这个人缘交流就减少了 人缘交流减少 毕竟是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人的比例也就下降了 但是既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多国内的艺术界的朋友希望到美国来 因为有些是学西洋的 当然到美国来到欧洲去这些来学习的话更方便 更了解很多实际的情况 另外过去说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没错 你老在屋里看一万卷不出去多走几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很多家长和学校也希望孩子们到美国 但是今年减少不少 我自己有确实体会 就是减少了很多孩子 过去你看我们除了办冲碗 我们还要办一场国际青少年的艺术节 这你也知道 也是咱们英龙每年支持 这已经停办了一年多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美关系一紧张 它加上美国的枪奸 家长就紧张 学校也紧张 咱们现在这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安全 对吧 你有点分春草洞 那咱就老老实实 就家里待着 先不出去对吧 尤其是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说 虽然这个两国关系现在出现问题了 但是州 县市 的情况没有太大改变 你包括我们用 斯盖布奥市的这个剧场 是吧 市里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 对吧 希望把这个中国这个联盘会办好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冲碗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还能保持往年的 有很多来自中国的 艺术团体和个人 有大人也有孩子 所以在这一次晚会上 我们会看到来自中国的这些 艺术团体和艺术家 还有我的学生 为大家献上他们的才艺 现在在中国 这个家长对孩子的培养 非常注重 他全面发展 不但要学习好 身体好 而且呢要会背诗 会这个弹琴 哎呀很多 不然的话你这个 三亿的大国弄不好就被淘汰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孩子你 就是我们过去18岁才知道的知识 现在好多孩子8岁就知道了 是 没错 而且他能给你解释清楚 那么我想一想 这个一代比一代强 可能大概也是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体现在这个知识的积累 我们过去看本书 还得说 哎 小佛你看完以后 借我 借我看看 小佛说 我还手抄呢 说不行 那后边还排着三个人呢 而且我还手抄呢 半夜还手抄呢 记得吗 所以这个知识的积累 就和现在的孩子 所以现在的孩子 确实很多孩子 你和他一聊天 或者说 才艺方面非常 表现非常突出啊 这是我们每年坚持的一个 就是交流 这些孩子来了以后 也会和当地的 这个孩子进行交流 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春海 每年有个热点 是吧 这几年一帮各族裔的孩子 上台表演 今年有一个呢 就是有美国海 墨西哥海 黑人海 韩国海 菲律宾海 他们是人数最多的 29个人 你想 29个孩子 保持美国的风格 上台的时候 若无其事 然后中国孩子上台 都有仪式感 对吧 特别那个 他们上来以后 看着大屏幕的 给观众回首的 全场一下昏动 但是他们呢 是 虽然是美国孩子 他们演什么呢 十二生肖 还要从老虎 牛 一直唱到今年的 小老鼠 小老鼠 为什么呢 他们是 学中文 学中文 所以中文老师 给他们教这些 我们也可以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 这些教 孩子在美国教中文 给他们教这些歌曲 实际上呢 这个体现一个什么呢 体现一个包容 体现一个和谐 体现一个友谊 你看每 中国来的孩子 每次到这儿来 来表演的很多节目 都是体现 要促进 中美的文化交流 没错 对吧 要做这个文化交流的 小使者 都是 都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 而且确实 您说到这一点 让我 让我非常的 这个 有兴趣 原因就在于说 其实我们在美国 这么长时间 实话讲 有很多节目 特别是国内来的表演 我曾经在那个 帕萨迪娜 这个auditory 大剧院 我看过彭丽媛的表演 彭丽媛就是上台以后 唱俩歌 然后呼呼手就走人了 这打算也就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了 20年前了吧 20年前 也不是20年前 差不多15年了 2005年 2006年的 那次的那个 就是这个乔办组织的 慰问乔包 这个彭丽媛 带队来 我就说 我说 怎么彭丽媛 也跟我们多聊会儿吧 就呼呼手就走人了 我说的并不是说他做的对或者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在美国时间长 我们都知道 其实美国的社会 虽然有Donald Trump这种人 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朋友 但是更多的美国人还是比较容易包容的 我认识一个中国弹鼓争的 他说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鼓争的演奏员 他说我到了国外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他就试图的给这个美国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演出团体打电话 说要不要我们合作一下 你还听听我的这个音色 我们能不能合作 人家就非常包容 我说你来吧 我们正好到哪一站 下一站巡回到哪一站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什么 他就发现 他说当我的鼓争加入他们的这个什么时候 就说他们的演出的时候 让很多他们的观众看到 说很稀奇 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告诉说这是中国的鼓争 就是他们就很多个人 就对中国感受了进去 而且人家演出团体 也发现中国音乐的韵律 我们的节奏感可能不跟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人节奏感很强 而我们的韵律很美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可以吸收你很多东西 我就不知道像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春晚这么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应该是海纳百川 也应该是中西合璧 更应该是让大家共同都可以欣赏 共相胜举 更相胜举 所以我就说 有没有这个考量 我们是现在 邀请一些美国演出团队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春晚16年来 积累的观众基本上是 华人观众 华人观众 这有这点 也有很多 也有部分华人观众 是带着自己的老公 或者是洋人老公 一块来观看的 那么如果是 这个 外国观众要 不是 在美国不能说外国的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当地的人要来的多了以后 语言类的节目要减少 那是必然的 对不对 人家看不懂啊 听不明白啊 京剧也不能唱 那词儿是唱什么人 也别说 京剧还可以唱 我曾经碰过一个美国人 他听京剧 听得如醉如痴 说你听得懂吗 他说 他说你别看这华人的 那个林肯一 剧院那帮人 跟真的是在听意大利歌剧 他每一个都听得懂的 但是他们欣赏的是如醉如痴 他说一样 京剧也一样 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要增加一些什么呢 表演的 飞语言类的 乐器 西洋的一些乐器 我们这两年是 第一步先实现什么呢 就是演出团队的年轻化 和策划团队的年轻化 接下来我们希望呢 是观众的年轻化 只有达到前两个年轻化 最后才能 对吧 你说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演 人家能来看吗 年轻人 但是年轻的来演 年轻的就会来看 年轻的来看 这个 从这个语言上和文化上来说 就是当地的这个成分会增加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吸引一些什么呢 就会吸引一些美国的年轻朋友 当地的年轻朋友 一块来参与 慢慢慢慢 可能要经过个三年五年 你就能达到你说的目的了 这需要时间 所以啊 一台春晚不容易 当然了 这一次这个林会长 他们非常精心的 从国内邀请了一些朋友们 专业的演员 专业的主持人 来到了我们这次的 1月26日的华人春晚 他们到底有什么特色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我们把他请到我们节目上来 听一听 他们怎么说